作为以类仪管措施实施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两会 疫情仍然是两会上的热议话题 新冠病毒会消失吗 什么条件下新冠病毒可以算是完全过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接受记者采访 回答外界关心的一系列问题 那么从目前我们对新冠的认识和理解来看 新冠病毒将会在地球上长期存在 与人类的话会长期的共存 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人类的健康 还要看病毒的变异的情况 那么根据过去三年的病毒变异情况来看 虽然说它的病毒变异具有不确定性 但总体来看它的致病性已经降到很低 这个新冠在未来出现地方性流行的 或者散在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 再出现较大规模的流行的可能性比较小 那除非病毒出现了特别大的变异 那么这种可能有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新冠疫情是否已经完全过去 吴尊友表示从数据上看 上一周全国每天检测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的人 还有伤万例 这说明疫情还在发生 我们说它完全过去或者完全中止的话 它至少它的感染人数会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 那么它不会出现这种拒绝性的疫情 那个总的病例数会比目前还要低 就低到的话 就是人们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或者感受不到对我们健康和日常生活的影响 吴尊友提醒 无论是否感染过新冠病毒 都要注意防护 不要完全躺平 没有养过的这些人的话 是目前局部散在流行的主要的感染者 那么对于养过的病人 那么它可能再感染是新的变异毒核 所以无论养过和没有养过 都不能完全躺平 所以做好个人的防护 不仅对新冠 对流感 对其他护士道传染病的预防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到 在人群聚集的地方要戴口罩 回家一定要洗手 常开窗 多通风 减少个人感染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个门 第一个门 第三个门 电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